去裝在你的手機去讓你才會有增加經驗值 不然的話說真的你將來不一樣的裝置一定會發生奇怪的現象 然後呢我們再來看這個程式 將來的只要你去開發程式的話 他一定就是在這個架構裡面一定是JavaScript 不過我們Phongive的技術 他的背後用的技術叫做 叫做JQuery Phongive這家公司很厲害 他是利用有一個韓式庫叫JQuery Mobile 所以後面如果說你要把Phongive學好 恐怕你還去把JQuery Mobile學好 等於你在學Phongive的時候會更得心應手 Phongive只是說把JQuery Mobile再打包 其實JQuery Mobile跟JavaScript是什麼關係呢? 其實JavaScript早期已經出來很久 但是一直都用的狀況不是很好 直到JQuery JQuery出現 JQuery其實我看了一下 他只是一個好像22歲年輕人 他只是說把JQuery 因為JQuery為什麼很難用? 因為他東西太多了 而且都沒有整理 所以他只是做一個把JavaScript做一個很簡單的打包 讓你可以很簡單呼叫 很簡單的去做出你要的效果 他有點像套一個功能 他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 包含就是樣式 比如JQuery Mobile 我們裡面不是有很多樣式嗎? 套點一點就變button了 點一點就變圓角了 以前你要做那個事情的話 美工要畫很多事情 本來是舉行的 你要變圓角 對 然後還要漸層 以前要做很多事 可是現在JQuery Mobile幫你簡單化了 他有點像那個怎麼 就像PowPone一樣 按下去效果就出來了 套餐 可是 這個第一個 那這裡面的話呢 他的呼叫方式也比較不一樣 裡面的話不知道哪一些 第一個 從38行 我把他往前推好了 因為你會看到 這個 雲端還蠻方便的 從 他的頭一定是這樣 從38行到41行 這個是他的一個頭 這個頭部分就是說 當我什麼呢 這個前面有省略 省略兩個字 一個是Documents 點Ready 點Ready 點Ready就是說 這個文件準備好的時候 也就是當他載入的時候 他會去 去呼叫這個方法 這個方權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show preview 這個有印象嗎 就是上面上一頁的那個名稱 前面加個頸 那這個前面這個 前的符號就是指的是JQuery Mobile 的這個物件 他這個物件可以幫我們做什麼呢 幫我們去byte byte的意思就是說好連結 連結什麼呢 click4件 也就是當我畫面上面有一個名稱 取作show preview的時候 我就是去連結Click的動作 然後去執行什麼方法呢 執行這個方法 就是當那個畫面上那個按鈕 被Click就是點擊的時候 我去執行後面這個方法 所以他的事件處理 不動作 玩得比較曝 CinWith 感谢观看